幸好还有一些方向可以研判 主方来继续上来 我们这次跟大家强调 因为股票几千支 没有办法每一档都交 如果又是量比较小的 我们要调量大据指标 但是研判的方向跟准则都是一样 对不对 对 完全一样 不管是中小型个股 不管是所谓的一个大型个股 研判的准则 技术面不会因为你的资本额的大小 去做改变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把你手上个股面 按照我说的去做一些的归纳 再来做准则的研判 红达电那一张 我还要再看一档标的好不好 长荣航空 今天的航空 华航长荣航都打到跌停板 对 看一下来 来我们来看一下 来看长期一点点 要抓马其顿防线要抓长一点点 你可以发觉到它这边有跌倒 如果我跟你讲这边 你一定要打我对不对 所以它长期的马其顿防线 是没有问题的 好 那我们现在看看 我们来看看准则 来看 时间缩短 时间看在这边 对 好 那在这个过程之中里面 它呢 季线 它扣底的位置 我们来看一下 我换一下 一季的平均成本线 它现在扣底的位置是在这 对 那是不是差不多差不多 如果弹上去 又不一定下弯 所以它没有一定 对 因为它扣 除非它是扣在这边 那么一定是下弯 这是第一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 我们来看它的一个融资的水位 减 对 是减的 那我们来看它的马其顿防线 是不是在这里 抱大量的下缘 是不是差不多 我画的不好 大概如果用十字符标来帮我移好了 来 我们游标跑一下 然后拉到最下面 对 这里 这里 这一根 这边 白的这一根 好 往下移到它最低价 下缘 最低价 我们把它全部清掉 这一根 好 价格麻烦说一下 最低价的价格 最低价是22.95 对 那你来看 它在这边里面来讲 是不是稍微去做跌破 今天的最低点 这个1月6号嘛 我写一下 1月6号的最低价是22.95 跑到今天 今天的最低价 我们跟大家做一下报告 今天的最低价是21.45 所以其实有点小跌破 对 有小跌破 对不对 可是我们刚刚有谈到一个 更低的马其顿防线 那又很远 OK 所以这档个股里面 它就是比较难判断 所以我会告诉你 停看听 看前面一点点 因为那个在大涨过程当中 可能是大量换手 那可能是当中的 那个量其实有时候 这个就没有过 太远 问题它是太远 所以这档个股里面来讲的话 重点就是来自于说 我刚才说它融资很低 很奇怪 刚刚来讲瑞涵谈到 油价在创进去新高 你觉得外资会不会知道 会啊 为什么他买 他 他还是买 外资间买航空股啊 对啊 华航长龙航全部买超 跌停板 今天两档航空股都买 所以是内置卖的 投信卖的 自营跟卖的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华航跟长龙航 他们其实油价有在做避险 那第二件事 华航跟长龙航 跟我们在上个礼拜 谈到十一住行 买地十名 对 那个长龙航在其他的一个区块 在二十名以外 那我就跟大家讲说 因为这两家都开始跨足到旅行社了 旅游业 所以这我们不多谈 但是我们要了解到 它这边是不是有个景线位置 景线位置 这边又碰到大量区间 那我觉得你停看听 但是呢 你这边里面来讲话 就要去注意我刚刚讲的 好 我们把整个字卡拿出来看一下 融资不高则续报 反之如果下跌融资 减的 增加的话你就要减码了 对 然后大量区间不能够反弹上上呢 你可以卖啊 对啊 好 你可以卖 除非你是我们刚刚讲的 因为它的年限是上扬的 对对 你是要做一年长期投资的人 我觉得你当然可以续报 因为它是跟刚刚谈到宏达店 宏达店是年限 下完了 然后华雅科 破底下完 对 那它是年限 上扬 对 它这个部分里面来讲的话 就是稍微去做一些的留意 好 第四大类了 第四大类我就会建议你 可以出啊 为什么 因为它距离你的买进的成本 应该不会太远 我们来看看这几档个股 一个是2331的金英 一个是1708的东减 来看它们长期上面的走势 已经走了多久 涨了多早 哇 是不是涨了很多 对啊 两年了 对 然后我们来看近期里面 近期它的融资呢 从这个区块 有没有 公布股息 大举的减资 帮帮帮帮帮帮 融资增加 开始去做增加 好了 那距离的成本有很远吗 所以你买它 唯一的一个因素 是不是来自于 它的股息 值率率是很高的 还有减资的一个区块 问题是你不是大股东啊 对啊 问题是你的可扣的税率要减半啊 对 然后我们来把浮标 移到这个大量区间 大量区在这儿 这边大量区 所以没有错 所以大量区间 是不是出现在最高 对对对 在这儿 好 那我就跟大家讲 可是问题是 它的季线没有往下 年线也没有往下 那我就告诉大家 你说我就是喜欢这种高质率的概念个股 对不对 季线还是往上 年线还是往上 那这个是不是叫警线 对对对 阿破你可不可以走 可以走 可以当然可以走 因为你这反弹上去 这边有一堆人套牢区 对套牢区 所以你当然可以走 破你也可以走 你也没有什么书 你当然也可以走 而且我跟大家讲 它今天四月营收是衰退的 今天公布四月份的营收是衰退的 然后我们来看下一档 叫1708的东检 东检你看短期 哇叠这么深你还叫我卖 错 看长一点点 那也还不错啊 已经长很多嘛 所以它是刚刚从创新高里面的拉回 那为什么说你可以去做一些的 所谓的短线上面的一个卖点的原因是 它公布第一季 大家看报纸都看到了 第一季创新高 跟去点铜相比 大家都去追 追到最高 量最大 套住了 两天前跌破 对 两天然后我们来看融资 这融资是不是都是增加的 所以你当然可以考虑去做一些 减码的一些的动作 好 感谢鼠方了 因为今天盘面上 重要型股呢 特别有四大区块跟方向 跟大家明显的破题 教一教 教学钓鱼技巧 保护自己 风险就能规避掉 我们就插播一下了 今天的外资 外资跟投信 如果今天的股价有压力 但是他们还同卖超 就能够hold住那股人气 三档 中性金控立场 跟国泰金 连投信都正在买方 待会会讲到了 鸿海2317 今天的外资 也买超了鸿海 7570张 那同卖的呢 是友达 杨明跟英叶达 三档标的 讲到了鸿海 郭戴明董事长 跨足的领域 真的是多到不得了 什么都要做 现在呢 说要做博姐啊 跨足道 餐饮业 刀削面 要刀削牛肉面吗 请问一下 真的刀削面 可以机器人来做啊 我想可以的 这是可以的 那也是有例子啦 我们看到画面上 这一台啊 这个鸿海的 这一台就是在 富士康里面 山西那边 做出来这个 放在刀削面的 这个机器人 所以他在富士康 煮面刀削面 给员工吃了 就是他 这个应该是在外面的 卖给外面 但是这个应该是 他们在里面做展示的 做展示的 对对对 那为什么 鸿海为什么要去 这个做刀削面的机器人 我想大家一定很好奇 到底原因在哪里 我想三个字 精细度的问题 因为为什么 大家现在看 鸿海的机器人大军 是不是梦碎了 对啊 因为目前 所有的机器人 总共鸿海 只有做了五万台出来 它之前号称什么 百万大军 这就是我要问的 今天我看到 那个新闻 整个傻眼了 什么鸿海郭台铭 董事长的 机器人大军之梦 整个碎掉 关键就在 它精细度太难了 做不太到 是这样吗 其实我说真的 媒体这样给它下标 也是有点夸张 我是觉得 以鸿海的技术来讲 倒不至于说 轮落到只能卖一台 做刀削面的机器人 当然啊 但是因为 鸿海的机器人 它是从这个 因为我们知道 汽车它都是自动化在组装 它是从这个部分 开始去做改良的 那根据之前 他们在讲 就是说 你要组装苹果 这个误差值 大概是0.02公里 那鸿海目前 机器人做出来误差值 大概是0.05 所以它还有一段差距 对 还有一段差距 那这段差距 它要怎么样去调整 这个参数 甚至整个机器 要怎么样去改设计 我想这是它未来 在做努力 所以我们才会看到说 目前只有5万台的这个机器人 在做组装的工作 而且还没有办法负责 很精细的这个部分 5万台会不会是它 已经是紧绷啊 差不多就只有这样 百万做不到呢 你的研发 不可能啊 不可能 全世界未来里面都会推机器人 只是现在时候还没有到 我们要先讲 就是说 你现在里面 你的机器人买一台要多少钱 你请一个员工 要花多久的薪水里面 你才能够去抵你买一台的机器人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它选的东西不对 什么意思 我跟你讲 有两种机器里面 它是可以做的 大家知道握寿司吗 你去吃蒸鲜的话 是不是有机器做出来的 对对对 那日本它有个平价的握寿司 它是手捏出来的 你要选哪一个 手捏出来的 对 因为那个紧实度是不一样的 口感都不一样啊 真的超好吃 要手捏的 对 因为它们是便宜的东西 那请问刀销面 一碗多少钱 一百六 那很贵的 一百五 有些不到一百块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这种东西 本来就是便宜的东西 你去买一台机器了 第一个 经济效益好不好 第二件事情 会吃刀销面的人 他喜欢机器销出来的吗 软啪啪 你不要销给他看 他哪知道是机器人销的 我告诉你 就是要销给他看 真的 你买的东西 就是踩在那个地方 而且是连锁店 我认为是OK 因为你要从这地方想 当然属方的逻辑是说 刀销面我随便销 我喜欢吃真人 可是你想 如果是一个连锁的 我就 我觉得是用机器人销出来的 你放在那个地方 那可以增加 所谓的那种 类似这样的 削头 广告 到未来里面来讲的话 我跟你讲 长期看护的这种机器人 他一定会流行 当然 工厂的一个配线 或是组装的部分 一定会流行 继续化的那种 时间还没有到而已 没错啦 你看嘛 之前大家讲 软银那台Peeper 胡椒那台 对对 他帮他代工 这个拿来卖半个小时 就全部卖光了 那台大家抢 对 但我是觉得是技术性的问题 就是说 他要拿来做对的产品 比如说我刚才讲 你组装iPhone这个太精细了 他的误差值还很大 差0.03 他如果拿来装汽车 或是装一些简单的东西 那是OK的 因为那个东西大嘛 只是说就像淑芳姐讲的 你这个请一个人 跟我买这台机器 这个到底CP值高不高 这是公司要去考量成本的问题 那所以大家讲 目前只出三台 到底这个 我觉得其实 他就是一个噱头而已 我们媒体就是硬要拿 郭董这个来 可能又是要来讲他 这个机器人又怎么样 那你可不可以直接跟我点名啦 就是呢 到底郭董的机器人大军之梦 有没有睡 睡跟不睡 关键点衡量标准 我觉得目前还在继续做梦当中 没有到梦睡的程度 因为至少 他有出给软银嘛 软银是一家日本的公司 他如果没有竞争力 他去跟发纳科拿 他干嘛跟郭董拿 软银的quality要求也很高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 不能这样去讲 那当然其实 从整个鸿海的状况来看 大家机器人你会去想 那到底他四月营收好不好 我想这个比较重要 那以目前来看 因为苹果的部分 照理来讲 四月开始会比较淡 所以你看到他三月营收 大概是3382亿左右 那如果说以这样区间 去年三月大概2900亿 那我想今年 大概会落在3100亿的上下 应该是比较偏向3100亿以上 就是会呈现月减 但是年增的状况 所以如果鸿海的股价 我们现在看出来 那个底型有打出来 但这个底型呢 右边的部分呢 平台又开始震荡整理了 要走不走的样子 那如果四月营收 因为是5月10号 以前要公布 鸿海都拖到最后一天 5月10号 所以如果5月10号公布的是 诚如您料的 年灾难越减 它是涨还是跌啊 我想它现在还是盘了 我觉得它应该是 不会大跌 不会大涨 它等待的应该是现金 所谓的股力 到底多少 第二件事 我补充刚刚机器人 其实郭台铭 郭董事长 它的机器人大字 不是在你们所谓的 什么消灭机啊 什么这些 它真正的是 未来里面来讲 苹果 Google 要进军电动车市场 它的真正机器人大军 早就布置在那个区块里面 确实我认同 因为呢 我看到一份报告是 郭台铭董事长说 我唯独只有 透过了机器人大军 我才能够打败 Apple and Samsung 所以它这个计划 其实还蛮大的了 对 但是我觉得这要给它时间 我们再慢慢来看 它的电动车 Apple是合作的 这样哦 他们是要合作的 他们以后要一起 做电动车市场 好 所以4月份营收 在5月10号公布 会是怎么样的表现观察呢 好想最近 我们从一些已经公布的来看 其实在电子股的部分 几个族群表现不错 第一个苹果供应链还是维持 就是说因为这个虽然 这个旺季已经过去 但今年整个年增都比去年好 你看包括像最近 可乘跟大力光 都还可以持续往上 那另外一些汽车零组件的部分 我们看到汽车零组件创新高的个股 包含什么像蓬城啊 江星段啊 甚至是在结邦的部分 那这都表现不错 另外像PA族群 宏杰克公布出来 不只是这个DG的季报亮眼 连4月的营收 也是还是往上 那甚至包含像LED 虽然这个股票可能比较小 包含像东贝啊 汤匙跟爱迪森 这个是创新高 但是我想稍微有点族群性 就是说大家之前看LED不好 但是这些比较下游的股票 开始慢慢好像营收上来 宇哥刚刚有提到 一来跌升 第二个外资续卖 卖没有再破底了 第三个如果营收又再好 那就刚刚好timing到了 对不对 发光二级 就是这个D档是有机会的 好那另外 没有公布的来看 这个其实一些包含像食品 跟汽车有关系 甚至观光股 甚至在网通股的部分 应该目前看起来 是会比较有动能的 那当然我想这个 再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说一些创新高的指标股的部分 像这一次的这个上尾 你可以看到这个整个 封电的趋势还是持续 所以这个4月营收 是年增也月增的这个状况 股价还在创新高 那另外包含像这个食品的F鲜火 这个成交量很小 这个观众朋友 你又要操作 自己要小心 这个是时间到了 营收自然上来 因为夏天本来就是旺季 那再来的话 我们看下一页 塑合 太阳能的部分 塑合在这里 也是创新高 大家说太阳能不好 可是至少塑合开始慢慢出现 往上的这个情形 那另外 可曾的话 我觉得这个就要去讨论一下 就是说 因为可曾很明显 他公司就跟你讲 6月以后不会好 所以这边纵使4月创新高 可是可能股价 这边我想就是盘整 那另外还有一些 4月营收 月增跟年增 同增的这个个股 我想也是比较有族群性 比如在苹果里面 包含像同亨跟大力光的部分 那另外刚才PA的族群 讲到包含洪杰克 这个英特雷 甚至在文帽 这些都是法人有持续在琢磨的 那另外甚至包含像 PA是功率放大器 对没有错 那甚至包含像这个连接器 连接器的F帽连 甚至刚才我们看到 有创新高的LED 这边也有像隆达 因为我觉得隆达 它也算是LED里面一档 比较重要的指标股 这个是上中下游 一条龙在做整合 那你看 股价刚好跌升 如果搭配到时间点 产业开始进入旺季的话 我想这里也是有点机会的 那说到四月份营收 今天还有一个大家族 台塑集团 也公布了四月份的营收 成绩如何呢 我们可以从整个台塑的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台塑四大的这个公司来讲 其实包含像台塑跟南亚 其实台塑南亚来讲的话 在PVC这一块 其实过去来讲的话 因为这个包含像古雷的一个 大陆古雷的一个爆炸案 跟这个漳州时报厂的爆炸 其实有使得这个所谓的一个 距离雨漆这一块 其实爆价有持续往上走高 那这个是属于一个 状况比较利多的因素 可是因为像台塑在整个 它的印度市场来讲的话 其实这个需求是有减弱 但是因为雨季的一个关系 是需求有减弱 那包含像是这个南亚的部分 因为它在最近的一些电子相关的一些产品 电子场的转投资的部分 其实这个需求也是往下降 所以可以看到说 它的在整个月增率这一块 反而是往下掉 但是从整个在年增部分来讲的话 反正台塑南亚的部分 反而是一个相对另外 像台塑化跟台化来讲 都比较强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再从整个台塑化 跟这个台化来讲 其实这个地方当然受惠于 整个原油价格往上涨 台塑化就比较明显 包含像是月增率 是一个往上涨0.9%的部分 那另外在整个台化 包含像PTA这一块 也是因为这个报价有去 做一个往上扬 可是我们从整个年增率来看的话 其实它还是跟去年度来讲 是一个相对比较 这个比较弱势的一个部分 所以还是比较多一点 所以说纵观从整个台塑市保来讲的话 应该还是从台塑 包含像南亚的部分 其实最近的股价 纵然是一个震荡 都还是有一个 比较能够往上去做一个 拉起来的一个动作 还有一点今天呢 也有好多家公司 召开了法说会 我们先检查 最近量号大的开发金控 开发金今天的法说 我先看个分好不好 开发金的分再看到K 这法说会的今天 但下午开法说会嘛 可股价竟然收回 点一毛钱 再看K 你就知道那个买盘 是持续在这加温的 成绩如何 其实 整个一个金融个股里面 他跟我们讲电子个股 或是所谓的传产个股不一样 他们的每一个月 就把获利都公布出来 所以他们在今天里面的 法说会的内容 其实我个人认为呢 他只是解释我第一季的财报 为什么赚0.18元 他就告诉你啊 我的凯基银行获利不错哦 我投资在凯基银行里面 我有不错的获利数字 我证券业也因为第一季 股价的一个回升量 我正愿意的获利里面也提升哦 所以在这边里面来讲 我直接的投资是占20% 但是我觉得呢 我看所有法说会的内容 我不知道整个一个 目前前进百百 有没有第二页 以我来看 如果我是投资者 我在最重视的 并不是这里面的任何一句话 他有第二季 第二季开发金的展望报告 没有 金融股从来不这么做 是啊 可是我看了一件事情 我看他法说的内容里面 我有一句话是蛮去感兴趣的 他说呢 他要直接把他直接投资的一些的子公司 去进行的减资 回馈给股东 什么意思啊 就是 现金减资吗 他不是 不是开发金现金减资哦 我在讲一次 我有很多直接投资的子公司 对不对 对 这些子公司减资 然后呢 钱回到开发金身上 进广告 此举到底呢 对于外资最近买开发金 是不是有点关联性 开发金 他什么公司嘛 转投资做这个动作 他的用意在哪里呢 回来之后 麻烦鼠方把它说清楚哦 还有包括联勇法术会 我们待会也是主意说明白 那明天的股价呢 最近好 如果您看那个脸书啦 这个 完了没 好多人都玩过了 PO上去了 好多人